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早在2016年就与中方签署合同供应 第一批20台教练时教练机所用发动机 合同总金额3.8亿美元 规定供应250台发动机和125架JL-10 并称中国计划使用该型教练机训练飞行员在航母上起降 国产新一代教练机教练副实 正在批量装备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前顾问威廉特里普利特衬 乌克兰正在帮助中国解决喷气发动机的生产问题 乌克兰人一边收美国纳税人的钱 一边对美国海军背后插刀 美国国际战略和评估中心的专家里克费舍尔也称 必须对基础施压 阻断发动机供应 美国人要求不许给教练时提供的AL-222-25发动机 其实 这不过又是一次美国人对中国进口部件装备 本国武器平台宣扬中国 威 斜 论的马后炮罢了 代号猎鹰的教练时教练机 作为中国宏都航空工业集团的研制的新一代教练机 研制工作早在十年前就基本完成 并考虑到了暗机起飞和舰载起降的双重需要 如果美国人当真意识到这样一种教练机能给美国海军背后捅上一刀那么大的威胁 那在研制工程一开始就应该给各国施压 要求他们不得向中方提供零部件支持和技术协助才对 看到装乌克兰发动机的教练时交付解放军海军了才说威胁 十多年前教练副实当年还叫L15 装乌克兰发动机是非 的时候这帮专家干嘛去了 至于美国那税人的钱 给中情局在乌克兰搞事情 早就花差不多了 乌克兰老百姓和军工厂商没拿到几个子吧 这是国内计划引进生产 专用于安124等超级巨型运输机的B18发动机 尽管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多年不怎么样 但对华关系上缺乏军火客户的乌克兰 一直称着上相当模范的合作方 相比国际军火市场上政治外交资源丰富而强势很多的俄罗斯 乌克兰在出售产品和技术转让方面都要客气得多 国产线用燃气轮机和大韩道比航空发动机研制上 就有乌克兰的技术血统 这次交易的主角马达西奇公司也是中国航空工业 有多次合作的老朋友了 所以才会有两者双赢的这次合作 不仅是教练机进展顺利的国产大飞机项目上 马达西奇公司也有大量的合作机会 马达西奇公司在重庆建立航空产业基地的消息 已过去一段时间 网友关注的则是 3000名乌克兰技术人员携带家属移民重庆的传闻 当然 猎鹰教练机性能虽好 动力依赖引进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因素 考虑到乌克兰长期乐化的精机状况 对于其军工体系的维持压力极大 中国方面也是有后手的准备 一方面中国这边已经引进了一部分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的生产授权 可以国内生产 再一点军工企业不好搬走 但科研人才和工程师们可是活的 如果回顾一下前段时间 重庆建立大型航空产业基地的消息 再看看中航工业相关部门 引进外籍专家的国籍情况 说不定会有更多更惊喜的发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